大家好,我們這一組做的是Object Removal 這是我們這一組的兩個成員 我們會想要做這個主題是因為 在做HDR Image 在拍不同曝光值的圖片的時候 如果有移動的物體的話就會有歸因的產生 所以我們就想如果可以先把這些移動物體從圖片中移除掉 就可以很好的重建HDR Image 這是我們找到的第一篇Paper 它是一個Essample Based in Painting Algorithm 主要是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步驟要先算出每個Patch的Priority 由兩個條件組成 第一個條件是在Boundary中那個Patch有最多顏色填滿的話 它的條件就會比較優先 這是它的數學式子 第二部分如果這Patch中有Edge的存在 它的優先權也會比較前面 最後會把這兩個條件成在一起 決定它的優先權 找到最先做的Patch之後 我們會在整張Image去Search 看哪一個Patch跟它最相近 這邊是我們計算出它的SSD SSD比較小的表示最相近 之後會把它填過來 可以看到我們的Result 這是一個比較相對簡單的場景 我們想要把這片雲移除 可以看到可以還原出藍色的天空 但是還是有些地方沒有很自然 第二個是相對比較複雜的場景 而且是很大的區域 可以看出我們還原的還是有一定的邏輯性 但是有些地方會有很多重複的紋路 實作這篇Paper我們碰到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要跑的時間很久 因為每一個Patch都要在整張Image中去Search 看哪一個Patch跟它最相近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 第二個問題是會有很多重複的Patch 猜測是SSD的計算太過簡單 以致我們沒辦法找到很好的Patch 為了解決執行時間過長的問題 我們找到了另外一篇Paper來實作 所以我們找到第二個方法就是PatchMatch 那這個方法的話就會像下面這三張圖一樣 它的做法就是我們先隨機把所有Patch都指定到某一個 另一個在這張圖上的某一個Patch 就是隨機的 所以他們可能是對應到一個對自己跟自己非常像的Patch 也可能是不是 那我們最後呢 要怎麼讓他們再找到自己跟自己最相信的那個Patch 就是他會跟自己的鄰居去做比較 看鄰居的對應到的Patch 跟我對應到的Patch哪一個比較好 如果鄰居的比較好的話 那我就會往鄰居那邊靠 在鄰居的周圍找一個最適合自己的Patch 在我周圍找最適合自己的Patch 我只要每一次在找最適合自己的Patch的時候 慢慢的縮小那個範圍 那最後我們就可能會讓這個結果收斂到一個 Local或者是Global的Minima 那這個論文它其實並沒有很清楚的 就是把這個Ogorithm講出來 它只有給我們一個大概的idea而已 就是按照我們自己的理解去把它實作出來 那看到這個結果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Patchmatch的正確性沒有Essample Base來的高 但是它的速度確實也是比Essample Base來的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各有優缺 所以我們會試著想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看能不能做到有Example Base的Correctness 然後也有Patchmatch的Efficiency 然後我們的算法大概就是 我們用Example Base的方法去找出我們要做的Patch 就是有最高Priority的Patch 然後用我們Randomize的方法去找出最適合那個Patch的 某一塊已經被填過顏色的Patch 然後把它填上去 然後之後再找下一個最高Priority的Patch 那最後的結果就可以看到 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最右邊這張圖它分成三個部分 然後分別是瀑布跟地板還有一塊黑色的東西 那我們覺得會造成這個原因是因為 在某一個Patch的時候 它只找到了Local的Minima 然後造成它所有的鄰居因為跑來我這邊去找它的Minima 所以也會變成是找到Local的Minima 那最後就那個最後的結果就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只有瀑布或只有地板 然後或者是只有黑色這個部分 然後就沒有最好的解法了 所以我們沒有就是實際上找出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覺得有一個可能的解法就是 我們在一開始在Randomize我們的那個Patch的時候 我們可以是先把圖片縮小 那這樣子我們Random到正確的Patch的機會就會比較高 那可能就不會有陷入Local的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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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